Yo hey 上网 这里是大家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然后花1800块钱来垫显示器 我终于做到了 太肉痛了所以我一定要来特地分享一下 整整六年之前我还习惯看Zilla和王子卢的视频 那个时候他刚刚搬进他在深圳南山的那个新办公室 不好意思喷口水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他桌面上那套巨大的带鱼瓶 配上科技感十足的爱格生显示器机械币 就在我心中种下了消费主义陷阱的种子 这个东西呢能帮你节省桌面的空间 能帮你架高显示器保护你的颈椎 最重要的是 他的骚啊 几年过去了大学毕业工作稳定的我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给自己买了一个199块钱乐哥 呃我不是在开玩笑是真的 毕竟我算不上什么后浪对吧 那么严格来说后浪的东西呢 乐哥的东西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之前就有人专门问我为什么要架高显示器呢 我坐低一点不就完了吗 那么理想状态下呢 你的坐姿应该是肩膀自然下垂 小臂和大臂垂直 然后肘部支撑在扶手上 你的座椅扶手和桌面应该是接近平齐的 那同时你的脖子也不能向下 于是你就只能架高你的显示器了呀 这很好理解对不对 那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座椅往下降 虽然说显示器现在好像不用垫高了 但是你的肩膀 斜方机 手腕等等都会属于长期的发力状态 就像我演示的这样 终于知道隔壁工位的老王 为什么隔三差五要去楼下的按摩店了吧 对吧 继续说我那个200块钱乐哥啊 就我之前那个32寸的带鱼瓶显示器放上去 也差不多能下雨 如果你不抖桌子的话 然后以乐哥为代表的这还有很多其他的 就是这类国产的平价品牌 基本上都是塑料外壳配空气弹簧结构 然后体积重量价格控制都还不错 单显示器的支架 基本上300块钱以内都能搞定了 但是啊但是来了 就这些平价品牌推出最高端的产品线 通常大份也只支持到9公斤左右的承重上限 那如果我现在不买机器结构的这个爱歌声 我就没有产品可以买了你知道吧 因为我换了一个43寸的带鱼瓶 我相信用这样的大屏幕的朋友还蛮多的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为了更明确的解释 我来举个例子给你们听 就好比你现在每天晚上 只能跟你家的猫似木相对睡一起啊 就挺省钱的 买猫粮猫杀就行了对吧 那其实呢 你很想多花一点钱 多花一点时间 找个女朋友进入你的生活 但是你找不到女朋友 慢着慢着 先别急着打我 所以呢现在没办法 你只要花更多的钱 买了超大的别野 买了超大的钻戒 你去跟结衣求婚 并且成功了 标我是哪个结衣 那么各位结衣老公们 能不能给我点个赞 点个收藏 点个关注呢 点了的你就是心愿结衣老公 不点的你就是波罗X 扯眼了 反正就是空气弹簧 这种非常成熟的结构 应该不至于做不出更高的承重来 所以我推测 应该还是因为厂家觉得 更大显示器的用户 基数太少了 所以不值当专门开模来做吧 所以没有办法 当时稳妥起见了 我看了这几个大牌 我就决定 纯机械螺旋弹簧的爱格生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著名的品牌 对吧 反正就是强行 Awesome 了一把 那么它到底香不香呢 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东西系过来之后 支架是全分体的 你需要自己安装 通体的CNC是如此的沉重 我选的是原色铝 还蛮骚的 对比一下我之前乐哥 你们看看什么叫 又粗又硬还发亮 打开底面的理线盖 你们看到密密麻麻的血管 一样的加强筋 看看这个底座横截面的直径 我的苍天比我还粗 当然可能是因为我胳膊太细了 底座和主臂之间的插入砖结构 就顺滑到没有公差 你知道吗 在相互咬合的凹槽里面 用一根基米螺丝 就可以完成它的上下固定 我真的是太歇了它承重努力了 然后另外一个根本解决了痛点的结构 就是它专门给抚养轴 做了弹簧的结构 这个是真的评价产品里面做不到的 看看这密密麻麻弹簧 小七百块钱的平价产品里面 纯是靠螺丝的摩擦力来固定的 真的它承受不住比较大的显示器的重量 而且你把螺丝拧紧了之后 你的灵活性不就丧失了吗 底座的固定方式 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就你不破坏桌子的话 就用这种桌边夹 对吧 从下面把两个盘子给拧上去 顶住桌底就可以了 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 桌板下面有多固就没有人权是吧 一半字锁长一点能死啊 原厂一年长 买一个铁块卖一百 一百 我TM的坚决不买 幸好我早有准备 我之前就在桌上钻我一个洞 把底座的固定结构 换成单根的这个长螺丝 然后就很容易的 可以把它戳进洞里面 从另一面固 不是大哥你这么粗干什么呀 进不去了呀 没有关系 为了省下一百块钱 我钻 最后你只要把显示器抱过去 丢到你们看到的这个精妙的笋卯结构上面 您两颗螺丝就完成了 真的你未来老婆一个人在家里面都可以轻松的装上 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男生的帮助 听到这儿是不是感觉更加放心了呢 但是我好像犯了一个错误 天真的把这个孔打在了桌面的正中间 然后等加上机械臂之后 我发现想让显示器正对我的话 情况就会变成这样 怕这不出三天我就要瞎了 以后我也不需要显示器了 好吧如果你把显示器往后离远一点呢 那你就会获得一个非常恶朵的坐姿 同时你的颈椎会说 毕竟每次拆装这玩意儿真的很上腰 你的腰还是应该留在该用的地方 对吧 没关系 为了省下一百块钱 大不了我除你打个洞换位置 我钻 哎嘛真香 所以现在我这43寸的10多公斤显示器 加上屏幕灯啊 加上直播摄像头 在这个机械臂上也是窥然不动 不会吹头 不会变低 维持在最高的位置 舒适了我的颈椎 也再也不会挡住我音响的高音单元了 你要啊 至于其他的这个超牛逼的做工了 这个质感了 这个里面暗藏了理线槽了 什么魔术贴 什么包括保修十年这些东西 细之末节了 我就不多赘述了 比今天新买的评价都很好了 那个屏幕挂灯了 还有MX Master鼠标什么都要像 它真的很应该成为一个 你非常非常非常高优先级考虑的产品 因为别的很多这些热门产品 更多是用来给你改进体验 给你锦上添花的 而一个好的机械臂 真的是给你选中送炭 你知道吗 它不仅节省空间 最重要的就是保护颈椎 我苍天 健康的优先级 我想我真的不用我多说对吧 因为现在这些显示器自带的支架 真的是太低了 虽然说你在下站上面 电书啊 什么快递箱子之类也可以 但是那样子真的很占桌面空间 最后以下就是我的购买建议 你一定要关注一下 你显示器的裸重 以及你要买的支架的 承重数据的最高值 并且要留出冗余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的屏幕是10公斤吧 好吧 支架的最高承重也是10公斤 虽然说它上是可以上得去的 但是呢 其实抚养椎那个地方 就已经很吃紧了 甚至可能会慢慢的下垂 如果你用的是32寸 或者以下的比较轻的显示器呢 基本上200块钱的国产 没有任何问题 足够你用 但是如果你现在要升级到 32寸以上 甚至40寸以上产品的时候 我就非常非常强烈建议你就一步到位 入一个机械弹簧结构的这样一个款式 因为你相信我八成 你到最后还是要重新买的 你还不如一开始就把钱花了 真的 然后 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几天在某宝上刷到了一些品牌 精妙的借鉴了某些大牌的版型 然后又做到了较为公道的价格 仿佛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你想找的那个女朋友 起码这个链接上看上去的描述 是非常有人的 那么你懂的 不管你是暗读所记 还是自己发挥其他的想象力 搜一搜其他的这个冷门产品 我相信万能的某宝总会给你惊喜的 有兴趣的话你不妨试一试好吧 效果好的话 欢迎你给我反馈 我会跟大家分享的 然后记得喜欢我视频的话 点个收藏点个关注 随便三连一下好不好 那个不喜欢也无所谓对吧 我还能逼你怎么着 反正拜托了 好吧 爱你 谢谢 然后这里是9F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